在一个夏天里,家中大人都洗完澡在大树下那凉 我便跟隔壁邻居很多个小朋友玩桌迷藏 小朋友七八个,有的喜欢躲草里 也有的喜欢躲厨房 有的喜欢躲柴房 而各种躲猫猫胡弟当罪火爆的没过我们家茅厕 别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知道 很有可能由于我家茅坑招财内服 还很有可能那边充满了诱惑力的香味 小伙伴被其深深的吸引 在农村,茅坑是几片板子下面挖个洞拼成的 那一天我连书两把以后忽然头脑一抽 把上边的板子全卸了 随后邪恶的找他们躲进来 可我算漏了 那时候天还没黑 小伙伴也不是二愣子 那么大只窟窿眼 二货才会亡理财 我心里略感遗憾的和他们玩到了天黑 逐渐早已忘记了卸板子的事情 当我与另一个小朋友偷偷摸摸躲进来 那一刻悲剧了 我们形影不离的掉了进来 因为我们俩是观察着四周后退进来的 巴打一声 黄金之夜砸起三丈高 小伙伴们迅速听到声响冲过来 那时候的茅测是没有灯的 小伙伴们就人心切 三四个人一起往里挤 没出意外就该意外挤进来两个 我与另一个小伙伴刚稳住正准备往外爬 这一下又被俩二货撞了进去 我张嘴就来说道 你们两个二过 看不见我们正在爬 刚说完我就后悔了 一大口黄色液体席卷而来 这声响把外面的小伙伴吓坏了 一哄而散 边退边喊 有些人掉毛坑里了 有人掉毛坑里了 喊声惊扰大人们 在老爸带领 七八个大人手足无措的往这里冲来 他们不知道里边板早已被拆了 而别的小伙伴也吓得说不出话 伴随着老爸一声着急的高喊 快进去看一下 伴随着老爸他们的突然来袭 只听咚咚咚咚 两个大人前扑后继的掉进毛坑 我和小伙伴们正哭着向外爬 手都伸出来了 再次把我们再次带了进去 这下热闹了 很小的毛坑里边 踩尖步的踩尖榜 摇晃脑袋的摇晃脑鸭子 在将要口渴的水藏想办事的 最后还是我们被拉了出去 幸亏大门口有一个水藏 直到每个人洗好下来后 水藏里边的鱼都有一大半酸白了 很有可能他们也在想 鱼在中上游 或从天上来 此时我这个元凶迅速从群体中被抓出 而后的日子里 我在轮椅上坐了一年 鱼在轮椅上坐了一年